朋友们大家好 大波奇皇朝秘史欢迎大家订阅、点赞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 七纪光真的为抗窝而斩杀了自己的长子吗? 七纪光 自圆镜 号南唐 网号梦珠 山东蓬莱人 是明代著名抗窝将领、民族英雄 窝寇的行程 最早要追溯到元朝 元朝末年 日本的北条石宗曾两次发布一国征法令 企图趁战乱之机入侵朝鲜 进而觊觎中国 被这个征法令动员起来的日本武士 从此开始骚扰中国东北沿海 窝寇之换逐渐形成 由于中国古代称日本为窝国 所以这些劫掠中国沿海的日本武士和浪人被称为窝寇 明初时国家强盛 海防较为完备 窝寇并未酿成大患 正统年间之后 由于朝政腐败均被废持 窝寇日渐猖獗 正统四年 公元1439年 窝寇袭入浙江台州的陶主村 杀人放火 劫掠财物 甚至把婴儿拴在杆上 用开水烫死 嘉靖年间之后 窝寇之换发展到了极点 他们在东南沿海一带 攻城掠地 杀人放火 奸淫掳掠掠 无恶不作 使东南沿海一带人民的生命财产 遭受到难以估计的损失 为了剿除窝寇之换 嘉靖年间 七季光在东部沿海地区开始抗窝 曾有一首民谣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 广为流传 天黄黄 地黄黄 莫金我家小儿郎 窝寇来 不要慌 我有七爷会抵挡七季光统军打仗 十分强调纪律的重要性 他要求士兵要绝对地服从指挥 指挥官下令向前 前面就是有刀山火海 也要奋勇前进 不得后退 为令者定战不设 正是因为七季光如此强调军纪的重要性 七季光才建立了一支能征善战 纪律严明的军队 在抗窝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民间传说 七季光为了严明军纪 甚至触展了自己的儿子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件事在历史上真的发生过吗 清代乾隆版宁德县制超路连江县制的一段记载 更文 宁 这里是指七季光 祭平连江 宁兵宁德 以旗子为前锋 传达退缩折斩 旗子登白赫领 进窝是甚盛 回首欲有观白 力展以训 三军鼓励 临战无步 以亦当百 于是进肩群窝 碎平浮宁路 宁德县制接着写道 宁但有此子 宁人感而伤之 应并诉其子之孝于庙 佩似吴江这段记载 使后人相信 七季光在宁德县的白赫领 斩了自己的儿子 但是七季光斩子的故事 却受到了不少后人的质疑 首先 七季光斩子的故事 在明史 最为陆和汪道坤的 孟朱七光木之名 董承照七大将军孟朱公小传 明书中的七季光传 等较为可信的史料中均无记载 七季光后人所编著的七少榜年谱 其编中也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 而且从宁德县制的记载来看 七季光在白赫领斩子 是嘉靖42年 即公元1563年 明德县第一字编写县制 是万历19年 即公元1591年 斩子具编制不过28个年头 万历版县制对倭寇侵扰 继续详尽 而对斩子 只字未提 至清秦龙46年 公元1781年 明德第二次编转县制 对七季光斩子仪式 不做直接技术 而是抄路连江县制 还慎重地附上一句 是剑连江县制 后人就以此为依据了 其次 嘉靖44年的 剑功德此记以及记文 其内容都没有说到斩子之事 第三 白赫领两侧 刘永明 清秦明国的磨牙时刻二十余处 也没有发现 有关七季光斩子的支语片言 连江县制这段文字 开头的更文二字 足以说明是道听途说 敷衍而来的 传闻之事 不足为据 但是 在福建连江 莆田 敏侯 浙江义乌 台州等地 也有类似的传说 敏都别记 第三百零一回 回目上连 就是严君令 七参江斩子 文中描述倭寇至福州北岭 七季光以其子为先锋 传令指网破贼 回顾折斩 其子回顾父至位 令吉拿斩 先由县志在 七宫至莆田 将出师 烟雾四色 其子应为先锋 勒回马 且求助师 公怒其犯令 沙之还有传说 七印是七季光早年收养的义子 传说归传说 并没有可靠的记载 最直接的证据是 根据七季光 穆志明的记载 七季光的正房夫人王氏 一生只生有一个女儿 并无传说故事中的长子 七印这个人 七季光在军中所纳的小妾 陈氏 沈氏 杨氏等人 虽然先后为他生了七座国 七安国 七豹国 七昌国 七星国等几个儿子 但这些儿子在七季光抗窝时期 都还是墙堡中的小儿 根本不可能成为统军打仗的将领 因此 许多历史研究者认为 七季光斩子之事 纯粹是子虚乌有 民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故事流传 也许是人们根据七季光将军至军言明 军纪如山的特点演绎出来 七季光斩子的传说 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讲 并无名正 而引起这场争论的源头 很可能是七季光的两本著作 绩效新书和练兵实际 七季光的这两部著作中都技术 若犯军令 就是我的亲子职 也要依法施行 绝不干预恩仇 这只是表明七季光在治军方面的态度 没想到鹅传鹅竟然衍生出他斩子的故事 好了 本期大波旗黄巢秘史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欢迎在大波旗黄巢秘史下方点赞留言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